上涨 现在包括了面粉 果糖跟猪肉 价格都已经涨了不少 配合商班族时间 烘焙坊赶紧将出炉的面包摆上架 这一个个香气四亿的面包里头 所用的面粉却悄悄涨价了 高明工会表示 原因出在美国小麦的生产 因季节的关系 每年到了七八月 就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形 但这回面粉应该只是短暂上涨 而中盘商也看准缺货的情况 酝酿8月起涨价 要涨的还不止面粉 英国伦敦白糖期货短线涨幅一成 以及砂糖出口国泰国 从出口转为进口 造成砂糖贸易商价差 每公顿涨到140美元的历史新高 使得亚洲糖价大涨 台湾也不例外 除了面粉果糖要涨价就连猪价 也开始飙高 原因是最近天气实在太热 猪汁胃口不好吃得少 生长情况也差 根本买不到大猪 一头猪的重量 平均都在90到120公斤以内 卖向不够好价格却一路狂飙 原本这个时候猪价应该下跌 最近却暴涨到史上第二高 平均每天缺1000头猪 猪价每百公斤飙迫7300元 比往年同期贵上1000元 业者预估接下来中元和中秋节 市场需求高过供给 猪价很难下跌 可能得等到11月天气变冷 猪只涨大 价格才会回稳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